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常百姓家中已经有着如此美食 宋朝的皇室又会有着怎样的真修 生活奢华的宋徽宗又钟爱哪些美食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复教授 为您轻轻讲述舌尖上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 宋徽宗的盛宴 您看过《水浒传》吧 《水浒传》到梁山巨翼之后 有这么一回 这一回是《水浒传》的第七十二回 这七十二回的题目 它就叫做 柴进三花入进院 李逵原夜闹东京 李逵闹东京是怎么个事 当时梁山的首领宋江 宋江有一个情节 他就老想着昭安 这时候他打探到一个消息 在元宵佳节汴京城中 这时候宋徽宗作为天子 会来到民间与民同乐 尤其是宋徽宗会出入李逝师的府邸 这李逝师是个青楼女子 但是李逝师有自己的才气 有她的本领 征服了皇上的心 所以宋江就想利用这个时机 将皇帝讨得一纸设书 那梁山众多好汉 岂不都光明正大了 虽然这个建议一堆人反对 但是宋江执意要望 于是一干人等安排之下 宋江就潜入东京汴梁 这个东京汴梁非常繁华呀 元宵佳节车水马拉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水浒传做了细致的描绘 这时候在李逝师的府邸 宋江看到了皇帝宋徽宗 从密道中走出 要和李逝师相会的时候 宋江非常的激动 就想讨得社兽 关键这时候吧 半道杀出个李逝 李逝在这大闹 把李逝逝的府邸给点了 皇上赶紧跑了 于是这个事也就作罢 这下四起捉拿梁山贼寇 若不是无用等人巧妙安排 估计宋江也难脱虎口 这个故事啊 水浒传说了 家喻户晓 我们能从中看到 汴京在当时非常繁华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汴京城当时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状呢 有一部很著名的书 叫做《东京梦华录》 这个《东京梦华录》的作者 叫孟元老 他就凭借昔日的回忆 复原了当时汴京的繁华圣景 那么孟元老他这么记载 说汴京啊 即四海之珍奇 皆归是意 会还去之意味 息在跑出 上一句说的 是汴京的繁华 在市场上想买什么都会有 它的商品化程度很高 而下一句讲民以食为天 老百姓想到的能吃的佳肴 在刨除 也就是说在汴京人民的餐桌上 尤其是大贵族的餐桌上 都能有所显现 宋徽宗对这一套 是非常熟悉的 这个人大家也了解 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 诗 书 画 音乐 方方面面都很在行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悔就悔在当皇帝上 他本身不是政治家的料 这个人一登基 就重用了一堆奸臣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蔡京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当不会陌生 这个人是北宋六奸臣之首 这个人的确是心术不正 他通过另外一个奸臣 也就是同贯走进徽宗皇帝的事业 他通过自己的喜好 书画 真玩 掏皇帝的喜欢 皇帝是艺术家 而这蔡京也是大艺术家 米黄酥菜的菜一度是他 后来人们觉得他德行实在不行 才换成菜香 这下的话皇帝就觉得 蔡京是自己人 不仅顺着自己的话说 按今天话这叫溜须拍马 而且还在艺术造诣上 许多领域不比他差 这蔡京啊 就对皇帝这么逢迎 说现在已经是大宋的盛事 他也讲出一堆歪理 告诉皇帝您应当铺张 应当享乐 这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注意的有这么一句话 风亨欲大 这是什么意思呢 风是一个卦名 上面是雷 底下是火 这个状态非常鼎盛 叫做风卦 这个风卦呀是鼎盛的状态 所以能够亨通 那么人也应该欲 欲是什么意思 欲是安乐的意思 大 规模要大 讲究的是人 得顺应 顺应天的规律 顺应人心 所以这个时候 天下太平了 出现了鼎盛的状态 那你就没有必要拘禁 没有必要盘算 按这个思路 他告诉皇帝 你节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于是就把神宗朝 哲宗朝 许多节俭的做法 抛至脑后 我们知道宋朝人节俭过呀 比如说 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 他年少的时候 就曾经靠米粥来冲击 而天冷了 这个粥冻起来 于是就把这个粥 切成几个小块 分而食用 多么不容易啊 咱们再看王安石 作为宋王朝的宰相 宴请宾客 用的是普通的蔬菜 而且宰相大人 自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这下其他人 也不好意思浪费 中国人的五味 这个排序别有深意 有人认为 酸是人类自有烹饪以来 最古老的调味 那时候的人类 是用大自然中的天然酸作为调味品 比如梅子 也有人认为 酸可以刺激人的食欲 开胃生金 又有一定的营养保健功能 所以应排在首位 而吃惯了真羞美味的宋徽宗 面对御膳房精心制作的食物 却没了胃口 这时可能就需要来点酸味 增加一下食欲了 那么 有哪位聪颖之人 明白宋徽宗的想法 又发生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许多节俭的做法 到了徽宗朝 全都不讲这一套了 蔡经讲出了刚才那套歪力 而且他提出一个观点 为王不快 这个快呀 写成会计的快 快是计算的意思 你当王干嘛要计算啊 你是天下的主人 你是四海的主人 如果说 你要是寒酸 你要是捉襟见肘 那是可怜相 那给老百姓起到的作用就是 天下都寒酸 这是倒霉的征兆 徽宗听之信之 当时徽宗的排场就非常的大了 举例来说 这个皇室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叫英凤菊 也就是共用皇室一系列的奢侈用度 当时不远千里万里 给皇帝弄来真果 弄来地方土特产 比如说像荔枝 比如说像龙岩 也就是桂园 比如说像椰子 这样的话 在宫廷中 徽宗皇帝就成了宋王朝 最大的一个饮食价 按现在说大吃货 这个局面 对于王朝来说呀 那是耗费了大量的民质民高 当时宋王朝 江山设计已经微如雷乱 不仅有彭党之争 不仅有农民起义 而且财政也逐渐匮乏 你这么折腾下去 能有一个好吗 所以当时的局面 呈现出繁华的同时 在繁华背后又有着无限的危机 有一个故事啊 非常有意思 这个皇帝啊 他吃的东西也很特殊 不仅说这个皇帝要吃真修美味 要以天下供养 而且他吃够了真修美味 还想吃许多土特产 有一个故事 是宋朝人笔记记载的 当时啊 这个徽宗皇帝 来到了宫廷中一个所在 叫来夫人阁 这个所在咱们也不清楚了 宋朝宫廷早已经复之一句 然后皇帝呢 正赶上早饭 但是皇帝胃口啊 并不好 皇帝只能是先坐以消遣 他干嘛呢 他瞅着身边 有白的团扇 我们今天也能看到 团扇和折扇 这两样扇子都很古老 团扇是圆的 于是皇帝呢 就在上面啊 用它独有的兽金体 写了七言是十四个字 我们知道七言绝句 那也得是二十八个字 还有后半拉十四个字呢 宋徽宗觉得心里不舒服 他这天身体不好 所幸啊 他不写了 而天司烧卷 故在策当约 这个当是什么人呢 就是当时的太监 据说呢 汉王朝的太监啊 他那个帽子 用朱玉来装点 叫做当 所以拿这个字 来指工人 太监 他告诉身边的太监 如有能寅之客 可命续之 告诉手下人啊 说我不想写了 我不舒服 找谁能对 谁往下写 您看看这皇上也挺有意思 等于给手下人出了一个难题 谁敢接着皇上写啊 还真有人 要么说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呢 有想出头露面的 这时候皇上讲 朝来不喜餐 必恶族也 当以此为辞 以叙于善 他说今天啊 我身体不舒服 我不想吃早饭了 如果你能把这首诗给我写完 我就重重的赏你 这个人啊 其实就是个普通读书人 还没有做官资格呢 这个时候 这个人就想出人头地 我来吧 他叫什么 咱们今天不知道 但他写的还真挺好玩 接着皇帝的诗往下写 皇帝的诗是怎么写的呢 宋徽宗说呀 选饭招来不喜餐 御厨空废八真盘 御膳房给我做的早饭 我不想吃 你们白费劲了 八真盘白白在那里 我没胃口 而这个读书人 接着往下写 他写的是什么呢 人间有味俱长辩 只许姜梅一点酸 他说了 您作为贵有四海的帝王 什么没吃过呀 而这个时候尝遍了真修美味之后 欠什么 欠姜梅一点酸 姜梅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梅 我们有常识的话就知道 在先秦两汉时期呀 好些场合还没有醋 醋的发明比较晚 人们要调味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梅 今天咱们看梅 也非常酸 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典故 就是曹操的忘梅止渴 对不对 这下人的金叶就已经产生了 这个酸的梅 对于烹调来说 是个重要的调味品 也是人们的开胃必须物 尤其是这个姜梅 姜梅是什么呢 姜梅 遗和野生 不经灾接者 又名直角梅 它又叫直角梅 它是野生的 不用人工的灾和接 或未知野梅 也有人管它叫野梅呀 生在荒野之地 山间之中 水边等等地带 当然后来这个姜梅 人们也进行人工的栽培 这个酸的东西呀 对于人开胃 尤其是致恶心 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今天看 好像孕妇 在怀孕过程中 也要酸的吃 其实他有他道理 酸的本身就能够开胃 我们今天看中医里用的山楂 不就是酸的东西吗 而西医的常识告诉我们 酸的东西 能够刺激唾液分泌 能够加强胃中 酸的活性 能够使得肠胃 蠕动加快 有一系列积极的作用 所以这个诗写完了之后 郑重皇上下怀 你这个读书人 真聪明啊 你恰恰说的是我想要的 懂得我现在的状态 而且非常诙谐幽默 所以这个读书人 他前途就明朗了 我们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说明皇帝在和身边的人开玩笑 但是他那句话 说人间的美味您都吃尽 恐怕不是虚致 我们今天要是看东京梦华录的话 其中有许多记载 记载了皇帝饮食 比如说皇帝就有他重要的一个节日 叫做天宁节 天宁节是什么节日呢 是徽宗皇帝的生日 宋朝皇帝的生日啊 是一个大节 比如说宋太宗 生日叫做长春节 宋太宗 生日叫乾明节 而这个徽宗皇帝的生日 叫天宁节 徽宗皇帝生于什么时候呢 生于五月初五 大家知道五月初五 这不是宗子节吗 事实上五月初五啊 在宋朝人思想观念中不吉利 五月本身就不吉利 而五月初五是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日子 这不好 为什么五月不吉利呢 因为五月是阴气渐升 阳气消亡的时候 所以这个徽宗皇帝就开了个脑洞 我这生日不吉利 我改个日子吧 这时候徽宗皇帝 把自己的生日从五月初五 改到了什么时候呢 改到了十月初十 平日里已经奢靡成性的宋徽宗 在自己的生日宴席上 更是大肆铺张 一场寿宴 耗费了无数财力物力 可谓是劳民伤财 穷奢极欲 那么 这场奢华的寿宴上 曾经摆放着怎样的真凶美味 在即讲究茶道的宋代 宋徽宗又擅长 哪种别致的喝茶方法呢 咱们刚才讲皇帝的生日 定在了十月初十 可是 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彩排 正式的生日天宁节来临 五天大折腾 从初八 一直折腾到十二 初八这天 先是淑密院 引领五官向皇帝贺手 我们知道宋朝 有非常重要一个机构 管军政的就是淑密院 淑密院率领五官向皇帝贺手 而到了初十 由尚书带领一干文官向皇帝贺手 这才是朝廷 没完呢 下边几天成为皇帝的家宴 在宫中举行 尤其以十二这天最为热闹 据说当时啊 这个排场极其的大 吃喝玩乐 样样俱全 天下的美食 珠宝 珍修 摆在这些人面前 不仅有皇室 文武大臣 还有各国的时节 纷纷向皇帝祝贺 东京孟华路说 当时有一种官员 叫做色掌 他告诉陈辽 哪一步哪一步该进行了 每一步以什么为计算单位呢 一盏 喝酒那个酒盏 一盏 二盏 三盏 一直到酒盏 一盏 二盏 天色上早 这个时候 是各色人等 向皇帝唱寿歌 咱们能想见当时 五月声歌的场景 从第三盏开始 就有各式各样的美食了 比如说 第三盏 他提到过 咸齿 豹肉 双下驼峰饺子 您看这个名 就非常形象 咸齿 那无非就是豆齿了 这是一种 很好吃的酱 这个豹肉 是豹烤的肉 而这个好玩的是 双下驼峰饺子 实际上 就是今天咱们说 类似于饺子式的东西 据说 有油和面 和在一起 然后里头包有馅 经过一系列的烹饪 非常可口 到第四盏的时候 不仅有吃的 而且还有玩的 就相当于 现在咱们讲 晚会上的相声 小品 这种语言类节目 宋朝也不少 这种节目喜闻乐见 我们今天就看到 许多书里头 相当于今天看到的 搞笑段子 宋朝人也很幽默 有人在说 然后底下的观众 就在听 以及品尝美食 这个时候 炙子骨头 锁粉 和白肉糊饼 纷纷盛上上 这个炙子骨头 那肯定就是 带着骨头的肉 经过仔细的烹调 锁粉是一种面食 而且还有糊饼 到了第五展的时候 是琵琶独奏 和杂戏专场 这里提到的杂戏 就包括今天的杂戏在内 百戏上来 琵琶独奏上来 非常的热闹 而吃的东西 琳琅满目 比如说群仙 天花饼 太平碧螺 铝肉羹等等 咱们就看 既有面食 又有肉食 还有各种点心 琳琅满目 到了第六展 达到高峰 为什么呢 上来的节目 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叫做醋鞠 醋鞠啊 是中国古代的足球 一定就是节日的高潮 底下万民欢腾 那么第七展 第八展 第九展 逐渐逐渐 温度就退却 逐渐逐渐就冷静下来 那么到第九展 已经接近黄昏 文武百官 纷纷罢宴回家 这就是当时记载的天宁节 天宁节背后 有多少人的心血呀 又花尽了多少民纸民膏呢 这些个东西 不能不让人瑕疵啊 徽宗皇帝 他喜欢一种东西 叫做豆茶 喜欢茶的朋友 对这个词就不会陌生 唐朝人 宋朝人和明清人 饮茶的方式截然不同 唐朝 基本是碾茶煮茶 那个时候需要茶碾子 需要把茶盐碎过锣 然后经过小锅煮 这个茶也比较苦 还放上盐 就着甜点去吃 今天我们看到 陕西拂奉法门寺帝宫 还有唐朝皇帝用过的茶碾子 唐朝这个吃茶方式 后代基本不用了 明清的吃茶方式是泡法 这个泡茶今天大家都熟悉 我们也不必多说 而最精彩的就是宋朝的豆茶法 宋徽宗就是豆茶的高手 您别瞅一个茶 吃出彩 吃出学问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据说 当时徽宗皇帝 把左右晋臣叫来 亲自给他们做茶 这个豆茶是怎么个豆法呢 大体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研磨 当时用的是茶磨 弄得粉粉碎 这都是过锣过好了的 然后 研磨之后干嘛呢 叫做调膏 这个调膏是什么意思 宋朝的碗啊 也非常的好看 上面它的右色非常的好看 就像兔子的毛 叫兔豪斩 这个兔豪斩呢 放在火上或者是用水温热 叫做温斩 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温度 温斩之后 在茶碗之中倒少许茶末 而且这个时候放进一点点水 水少而茶多 它就形成粥面 就像今天咱们喝粥 上面有黏黏的一层膜一样 这个粥面 就是非常黏的膏状物 叫做调膏 调膏调好了 那么进行下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叫什么呢 叫注汤积服 这宋徽宗啊 自己给诸多爱卿 注汤积服 汤就是热水了 加热水 是分次加入 一次加点 一次加点 有人说加五次的 有人说加七次的 分次加入 而这个时候 皇帝还没闲着 加入热水之后 拿一个专有的器具 叫做茶险 这茶险干嘛呢 就在茶碗上 上下打洞 打在杯壁上 叮当作响 还有的学者说 应当在茶杯里头画W形 总之叮当作响 这个积服的速度会飞快 这一飞快产生的效果极其好看 这好像就是今天看到的奶昔一样啊 慢散开来的茶墨 以及和热汤打到了一起 每打一次 再加一点水 所以这样的话 打完一碗茶 非常费时费力 而这个人应当说 几口品下 趁这个茶还没沉淀下去的时候 带着茶 带着墨 带着水 这样把他服下 所以宋朝发明了这么样的一种制茶方式 与其说是在吃茶 还不如说是在玩 而宋徽宗就是豆茶的一等高手 他自己还有专门的一部著作 叫做《大观察论》 而且当时还有一幅图 叫文汇图 文汇图上画了这些臣子 也画了诸多茶具 画了水果 画了真丸 比如说看到当时人们吃的桃子 苹果 被码成了塔形 非常的有意思 就这个宋徽宗啊 他还喜欢一样东西 就是吃冷饮 古人呢 有藏冰的习俗 冬天的冰 到了夏天还能用吗 能用 为什么呢 放到冰窖里头 甚至在冬天 用药水 当然这些药水 都是养生的药水 加上糖 配置的冰 到了夏天 就是非常好的冷饮啊 沉迷美酒佳肴 醉心歌舞师父 宋徽宗肆意妄为 无心正直 最终迎来了金人的铁马金歌 兵临城下 曾经尊贵的九五之尊 成为了金国的阶下之囚 那么已然落魄的宋徽宗 将面临怎样的结局 回乡这种食物 为何会令他欣喜若狂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复教授 为您轻轻讲述 舌尖上的历史第二部 第十集 宋徽宗的盛宴 那我们看啊 徽宗皇帝这么折腾 肯定下面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公元一一二五年 金兵打来 咱们都知道 爱国英雄岳飞 写过一首词 著名的满江洪 其中提到靖康尺游位雪 金兵打来 俘虏了徽宗 俘虏了钦宗 当时是钦宗皇帝在位 而父亲徽宗成为太上皇 金兵不管这一套啊 就把二圣俘虏到了北国 囚禁在五国城中 他们俩过的是极其困苦的日子 那么靖康之变已经发生了七八年之后 这时候金人 对于徽宗 亲宗 这两个统治者的看管啊 已经稀松不少 因为看着他们累呀 然后徽宗 亲宗 他们有手下人 可以自由上街买菜 有人上街买菜 于是就买到了一样东西 叫做茴香 今天咱们做菜也用它吧 拿它包饺子也很好吃 至少咱们北京人很爱这一口 当时手下人买到茴香 但是令他惊奇的不是这个菜 而是什么呢 包菜的一张纸 这张纸是什么纸啊 这张纸是当时南宋皇帝赵构 发的大赦天下的赦书 我们知道啊 宋徽宗 宋亲宗 让金兵给俘虏走了 而他的第九子康王赵构 在哪呢 在应天 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登基 登基以后大赦天下 这个消息呀 过了好多年 才传到北国藩榜 五国城这儿居然能看到 赵构的摄书 而当时这个人高兴坏了 一路小跑 就把这个摄书 拿到了惠宗皇帝面前 说陛下大喜呀 为什么咱们大宋王朝没有完蛋 您的儿子康王赵构已经登基 这下惠宗皇帝 亲宗皇帝 都兴得不得了 哭得一塌糊涂 甚至不少臣子对南天跪下 当时徽宗皇帝就讲 说这是个吉兆 为什么 说回乡者 回乡也 你去买什么呀 买的不是回乡吗 回乡的回 通假为来回的回 那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的回家 是能指日而待的 这些人欢呼雀跃 但是这些人想得太天真了 他的儿子赵构 才不想让他回来呢 回来之后就得脱袍让位 而一心克服中原的岳飞 也让他勾结奸臣秦晤 弄死 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徽宗皇帝一定是个悲剧 不仅徽宗皇帝是悲剧 这个蔡经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 蔡经啊 也是穷奢吉语 他在吃上就是这个样子 有笔记就记载啊 说抄蔡经家的时候 简点到丰儿 这丰儿是个啥 丰儿是今天说的残友 他说这丰儿太多了 多少呢 三十七秤 是拿秤作为单位的 这得多少残友啊 今天咱们不少朋友还爱吃残友 可以下火锅 也可以油煎 残友这个东西高蛋白食物 所以蔡经这个嘴啊 也很刁 不仅有丰儿 而且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叫黄雀座 黄雀座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黄雀做成的肉斧 蔡经喜欢这口 通过腌制等等手段 把黄雀做成肉斧 关键这黄雀座太多了 多到什么地步 超他的家 发现红地到天花板 一共有三间屋子 黄雀座 蔡经无论如何和他家人吃不了这么多 三间屋子的黄雀座 到底给谁的 有人推测 可能就是孝敬给当时皇帝宋徽宗的 还有一个故事能说明问题 据说当时有一个人 他娶媳妇 娶的是谁呢 蔡经府邸中的厨娘 他听说蔡经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蟹黄包 这个蟹黄包啊 今天咱们也吃 但是蔡经一用就非常多 据说一场酒席就二三百支 蟹黄包包起来也非常麻烦 于是这人就对他老婆说了 那你给我做一个好吗 这时候 这女的就讲 我做不了 为什么呢 我不是那包包子的 我就是给蔡府之中包葱的 包葱有包葱的 和面有和面的 包包子的有包包子的 形成流水线工艺 他奢侈已然至此啊 蔡经啊 把徽宗皇帝厌隐群臣的 许多场景都记录下来 他有一个文字 叫太清楼特厌记 说当时啊 徽宗皇帝厌隐群僚 其中基本上是他的骨功之臣 蔡经是其中首领啊 当时就用侍女 月童下人达到四百人 服务人员就四百人 而真修美味堆积如山 其奢侈程度可见一斑呢 我们说呀 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下边肯定得买单 徽宗皇帝嚎啕痛哭 而这蔡经也没好哪儿去 这个蔡经在亲宗登基之后就倒台 被贬 贬到哪儿呢 贬到岭南 岭南在当时是杳无人烟之地 那就是让蔡经去死 据说蔡经他是死到了途中 死到了长沙这个地方 是被活活饿死 怎么饿死呢 其实他从汴京城中带走的真修 美食 猪玉 真丸 不少 可是人们都恨透了蔡经 这个人极差 于是老百姓一听说是蔡府 不卖给他们粮食 八十岁的蔡经 活活就被饿死 我们今天看 这也叫恶有恶报 有一首词 是徽宗皇帝写的 这首词啊 写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金人的俘虏 这首词叫做眼而眉 它讲 欲经藏意稀繁华 万里帝王家 说自己昔日 多么的将排成 穹林御殿 朝宣贤管 目列生怕 花城人去 金箫索 春梦绕湖沙 这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这个人生开了个大玩笑 现在它已经是阶下之秋 于是它只能 忍听枪笛 吹彻梅花 枪笛梅花 一切景象都是那么悲凉 我们讲啊 这些东西 都是历史的教训 徽宗皇帝 他的宴席 显示了宋王朝的气派 但是留下了几多思考 供后人吸取教训 他可能会是居民的 又好 他可能会是钓的 因为人臨 能够